第五十二集 在死者的脖子上留有两个伤口 死者应该是被吸血而死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逃跑的女尸 感觉死的人肯定和那具女尸有关系 于是赶紧地和工地指挥报道 工地指挥听了之后没有敢网上报告 前两个死人都没有说是被女尸咬死的 只说是事故 这件事是我成了民兵连长才知道的 现在又死了一个 再这样肯定隐瞒不下去 到时候不但工地指挥干不好 弄不好还要坐牢 于是他给我下了死命令 让我带着民兵捉女尸 如果抓不到女尸 我这个民兵连长就不用干了 当时我就犯哪位了 你说说 这要是个人 我们还有办法抓 可是女尸不知道藏在哪里 我们哪里有什么本事捉女尸呀 没有办法 我只好去找小王给我出主意 到了工地上 找到正在画施工图的小王 把事情说了一遍 小王听完之后说 哎 现在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当时烧了女尸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我说 小王啊 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现在赶紧给出个主意 怎么才能抓住那个女尸 小王说 那个女僵尸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应该成了气候了 普通人根本对付不了 我看你啊 还是请高人去吧 我说 哎 你也知道啊 几些年批判牛鬼蛇神 高人啊 都被强制劳动了 我去哪里请高人啊 小王说 离此地三十里 有一个宋家营 那里有一个宋先生 他有驱鬼响鬼之术 你让指挥部给你开一个介绍信 你去请他 女僵尸也许能捉住 我说 哎 小王 我可听说过 高人的脾气都骨快 我一张介绍信 能请得动高人吗 小王笑着说 嘿嘿 当然请不动 那个宋先生 脾气确实古怪 可是你再拿一封 我写给他的信 宋先生 肯定能来 当年我爹有恩于他 他说过 只要是我家人 请他办的事情 他一定尽力而为 说完之后啊 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把详细的地址 和我说清楚 我又到指挥部 找总指挥 开了一张介绍信 然后借了辆洋车子 就直奔宋家营 那年头 我浑身是劲 骑着自行车 就像是飞一样 太阳西斜 我就来到了 宋家营的大队部 到那里 我把介绍信 给了大队部里的人 大队部里的人一听 说请宋先生 当时就是一愣 说宋先生现在 疯疯癫癫的 整天对着生产队里的牛说话 谁和他说话都不理 原来宋先生因为年龄大了 干不了体力活 生产队就安排他放牛 这一放牛 就和牛成了朋友 整天和牛说着话 似乎像是和老朋友聊天一样 生产队里的人 带着我找到了宋先生 只见宋先生留着长头发 那头发的发际上 插着一根竹枝 头上身上满是牛草 黑瘦黑瘦的脸 长着乱糟糟的胡子 眼皮搭了着 似乎要把眼睛盖住 身上的衣服还沾着牛粪 正在那里和牛说着话 而那头牛如同人一样 在那里静静地听着 这时大队部里的人 对宋先生说 宋老头 有人开介绍信 请你 宋先生似乎没有听见 自顾自地在那里和牛说着话 大队部来的人刚要发火 我赶紧劝住 让他先回去 我自己跟宋先生说 大队部的人走了之后啊 我恭恭敬敬地 对宋先生说 宋先生 您老人家一向可好 宋先生抬起头 翻开长长的眼皮 看了我一眼说 这里没有宋先生 只有放牛的牛官老宋头 我说 宋先生说笑了 我知道宋先生本事了得 所以今天来想请宋先生 去抓一个女尸 那个女尸已经害死了 好几条人命了 宋先生笑了笑说 现在天下一片红 哪有什么妖魔鬼怪横行 我现在是一个放牛的 这话你和我说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被当官的听了去 你可就有大麻烦了 说完之后啊 用手抓着头上的草料 又和那头牛 自言自语起来 我一看 这个宋先生脾气果然古怪 看来一封接收信 真就请不动宋先生 我赶紧拿过来一封信说 宋先生 我这里有一封你古人之子的信 他说你看了这封信就会明白了 我双手恭恭敬敬地把信递上去 宋先生拿过信看了一眼 然后快速地打开 信一打开 当时那大辣的眼皮收起 眼睛里放出两道金光 我知道这才是宋先生的本身 疯疯癫癫是宋先生故意装的 这时宋先生从地上站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双手抱拳对我说 诗经诗经 老头子我老眼昏花 最近又和老友交谈审欢 怠慢了吴同志 还请见谅 我听他和老友交谈审欢 当时就是一愣 大对不利的人可是说了 宋先生不和别人说话 我来的时候 他也只对着牛说话 我听说过对牛弹琴 纸鱼和牛腊管 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 我想到这里就说 宋先生您是高人 能对着牛自言自语 真是让人佩服啊 宋先生说 我没有自言自语 牛老哥 牛老哥一直在和我说着话 我当时真就糊涂了 心里想 难道宋先生懂寿语不成 宋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 他对着我说 哎 你哪里知道 这牛乃是我的一个故去的朋友 因为当年欠的钱没有还 说过来是做牛做马还债 这不就投胎为牛了 俗话说得好啊 还债的鬼魂做牛马 好债的鬼魂做儿郎 天道循环 因果而已 这边得到 那边就失去 这边盈余 那边就亏损 技巧从这里产生 恩仇从那里结下 善恶业缘的报复 延续三世 宋先生的这几句话呀 可是看出 我真是一个 看头因果的高人 我不由得对宋先生的敬佩 又深了几分 老话确实有这么一说 咱们这里把年有妖者的孩子 都叫讨债鬼 意思就是 父母欠了钱是他人的债 他人投胎于子 以早要给讨债手段 有些人这辈子还不清的债 在那里发誓 来日要坐牛坐马 农村杀牛马 牛马会流泪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 是来投胎还债的鬼魂 而不是那什么都不通的圣口 这时 宋先生整理好了衣服 让我随着他回到了家里 说是假 只是两间茅屋 小王说过 宋先生孤身一人 看来一点都不假 只见小屋里 已经被烟熏得黑漆漆的 里面乱七八糟 在门后放着一个锅矿子 上面做着一个小耳朵锅 锅里放着几块地瓜 一张吃饭的桌子 已经看不出颜色了 进到屋里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这时宋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嘿嘿 老头子 我最近和老友拉管 不理俗事 屋里也没有收拾 让武童之间笑了 我赶紧说 哎呀 哪里哪里 高人都这样 不为俗事所拖累 宋先生点点头 然后说 武童之 本来你来了 我得管你一顿饭 可是家里 实在没有什么吃的 我赶紧说 先生我不饿 您如果没有吃饭 请到我们水库的指挥部去吃吧 我们那里有小灶 有饭 有菜 还有酒